你 温暖 你怎么来了 先生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怎么又带我来这里啊 怎么又带我来这里啊 你不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喜欢来这里吗 现在应该你比我更需要 来这里吧 好 那就当是你过来陪我吧 你放心好了 公司大家一起洗信息 你还没钱力的 一定可以让公司渡过难关 就像是 一盏灯 光芒虽然微弱 但如果是一片灯海 一片灯海 照亮天际 两个人扛着 总比一文轻松和堵 你记得 不要 一盏灯的光芒虽然微弱 连成一片的灯海 却能照亮天际 两个人一起扛 总比一个人要轻松些 你说呢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的心里啊 永远都是暖暖 嘿嘿 未来 我还在那里 建一座很高的楼 只要你跳往远方 就能看见那个灯火 我不会放弃的 就算我一次见不到绝宗 我会再去见他第二次第三次 这个事情你不用管了 交给我 你把外套托给我 你不怕要感冒 我感冒了挺好的 你可以照顾我 我感冒了挺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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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姐 总监 您之前教授我那个项目 我已经审核过了 经过收益从铅笔评估下来 才知识合作 太好了 我这就去找零露P项目 总监 您不再闪了一下 时间来不及了 再说 你是我手把手交出来的 我相信你了 我相信你 也就你来了 我感觉自己还有点活着人情 不然的话 在医院真是太憋了 在医院啊 你得好好养病 就胡思乱想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他 谢谢你 我不在公司的温暖才敢回去了 这可是好机会啊 你可一定要抓住 我只要他最近为了公司的事情 到处求人 我心里还挺舒服的 对了 潘威宁是不是一直在背后搞动作 背后做空潜移股票的 我看十九八九这样 如果他的目标真是潜移的话 你可一定要小心 他这小子虽然野心挺大的 但是你占总也不是吃素了 那是 我就觉得吧 现在咱们最大的比赖就是 龙教授那个研发项目 怎么样 进展还是 现在公司的研发簿 每天在加班加顶 但是想要突破这个技术关卡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自己研发肯定是来不及了 那我记得艾尔巴之前 提交过一个专利申请 刚好会迷惑这个状态 这一点我知道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技术专利在带装 想要拿到这个技术专利 比咱们自己开发还难的 确实 你这成天别又过又眠了 我跟你散散步吧 走吧 我先去 温暖 高总 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好多了 谢谢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王教授的项目缺一项专利的事 你知道吗 就我知道 我们正在跟星河科技接洽 想要争取是收购他们的专利 其实呢 国外有一家公司 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技术 而且 这家公司你也比较熟 你指的是艾尔巴 没错 现在艾尔巴呢 被代宗并购了 等于说这项技术就在代宗的手里 如果说代宗运转让的话 千余就有救活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好 再见 黄哥 你是怎么做公司的财务总监的 你是怎么对企业进行投资的 这家企业早在半年前就出现了问题 你依然拿着代宗的情绪大选票 现在好了 老板携款逃跑 你怎么负责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对这件投资已经进行过封键是何了呀 现在网上 报纸上 消息铺得满天飞 你们作为公司的财务部门 整体的项目都不管 你们怎么干 谨查 果然是靠群态关系走上来的 就是不能实为承知 潘总 这不是跟总监一个人的责任啊 你负责的项目审核 是不是 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监 就应该为自己 投资的项目负责 为自己的企业办公关 慎重地选择投资 温柔 你要是能干就干 干不了 收拾东西走 早饭早还算了戏吧 至于温柔 能不能胜下这个工作 也不是你不认识说了算 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谁也不能往下定义 你说的 林璐 她给公司造成了 这么大的损失 你是不是还要继续 公司不分 继续报庇的 我希望你立刻开除